很多人们这个皮皮虾洞是什么样的 远古老洞黑不溜球上下通起来 你发现这个洞以后找到一头 实际王爷怼 他指定出来了 要不出来他就没在家 小会了吗小会朋友给个双鸡给个关注 咱们一会回湖外赶海直播了 这么大一个螃蟹腿丢到他挺可惜的 拿回家放在这个蒜酒里面倒一下 给它捣碎 然后放点盐 放点调料 这样生吃也是非常好吃的 这么一个神器 在你们家你们称他为啥呢 下方评论出来 给个双鸡关注 有好多人私心告诉我 让我手批海南 这家伙挑战我 来来来 接不接给批一个那不可能的 哪个兔子我来 给他批开看看里面有没有黄 弄个海南蒸蛋吃 还行有黄 给个双鸡关注 马上赶海直播 我们家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她告诉我 说这个皮皮虾可以摆造型 前面三位演员非常配合 第四位演员他死活都不配合 这猫花鬼哪的 可地上打气滚了 来来来来 不拍了不拍了 走走走回家起锅烧油 弄鬼 椒盐皮皮夹 想吃的给双鸡 好了朋友们下午好 今天我要宣布两件事情 第一件呢就是在我手里这条鱼 它是我直播期间抓到的 它叫什么鱼 反正我是不知道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还有啊它会变颜色 想知道变颜色的看下个视频 哦对了 明天放假了 你是不是很开心开心的话 点个红信加关注看 说你呢 出啥呀 放假了吧 放假了 开心不 开心开心 开心的话对这屏幕点两下行不行 咱接这个上个视频 这条鱼颜色变得有点发黑了 但是拍完这个视频 我已经给它发生了 嘿嘿 记得关注 这个作品是献给10月1日出来玩耍的朋友们 记得来到海边一定要再把锄头 再拼盐 然后发现这样的小动眼 给它撒上点盐数个123 哎 这个竹子参成就出来了 是一种可不肉多的美味的海鲜 嘿嘿 如果你学会了给一个双击观众 马上直播 皮皮虾还是这个皮皮虾啊 算旧 还是这个算旧 不知道你们家叫什么神器呢 今天咱们来做一个皮皮虾的虾酱 啊 先把它给捣烂 然后呢 放点螃蟹啥的 放点盐 盐不盐 就能吃了 进来的朋友 如果放假口1没有的口2 加关注看我直播 哈喽朋友们哈 周五好好多人说天气冷了 你该抓到八爪鱼了 嗯对抓到了 你看前方发现异常 嘿嘿 菜市场门口 趴着一条八爪鱼 来一敲 干他家打衣鬼了 嘿嘿 给我出来 有些人啊 一进来 习惯性给你点两下红星 有些人就不给就不给 嘿嘿嘿 不给拿到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赏孤生气 啊 呃 你是前年在我们家 称他为八爪子 不知道在你们那里叫啥 如果你家有的话 你也留下个小红星 其实抓个八爪鱼 就是这么简单 嘿嘿 接下来的朋友啊 今晚七点左右 呃 后面赶海直播抓螃蟹 哈喽朋友们哈 下午好 我说的拿这个小可爱呢 他叫海拓 也叫植窝 啊 他身上个半年 是一种染色体会 根据水质的颜色 和岩石的颜色而改变 方便隐藏自己 呃 我今天呢 也不跟你们要红星 呃 只不过想要个关注 我看看你们能给我多少 今天我们也跟随这个 找城王的大部队 呃 一起往前面走 找城王 今天的朋友话不多说哈 留双击关注 呃 一会咱们赶海直播了 呃 静静的看这个视频吧 看完以后记得给小红星哦 看这都跑 跑 整个一摊弄这都跑 好 三个人就跑 好了 好了 好 好 那么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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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